准备和相爱十年的柳如烟求婚时 她却和她的初恋举办了一场小型婚礼 她解释到她这辈子最后一个愿望 就是成为我的新郎 那我呢 我算什么 我终于明白这十年如一月的等待和付出 根本比不过她初恋的一滴泪 新郎为柳如烟带上婚戒的那一刻 全场掌声为动 气氛热烈 纪伯达掀开了她的头沙 我也终于见到了 那个她曾经朝思暮想的人 身披白色婚纱的柳如烟 美得惊心动魄 全场起哄 亲一个亲一个 柳如烟也适时地点起脚尖 仰脸都纯 就在这时候 她看到了树下的我 这是一场在医院举办的婚礼 为这个向来肃穆的地方 添上了几分浪漫和温情 而这个口口声声说着 会爱我一辈子的女人 说要给我一个完美婚礼的女友 此时牵着别人的手 许下了一辈子不离不弃的诺言 而我只是正正站在原地 手脚冰冷 有风吹过 脸上一阵凉意 这场婚礼因为我的存在被迫暂停 那是谁啊 来干什么呢 总不会是什么抢亲的吧 她和新郎比起来差太多了 所有宾客的目光都定在我身上 他们皱着眉 满脸不赞同 好像我才是一个恶人 是我阻止了这段完美的爱情 柳如烟也看到了我 她微微醋眉 美得像一尊精妙绝伦的雕塑 她神情慌乱 松开纪伯达的手 做事要来追我 纪伯达却拉住她的手臂 眼中含泪 如烟 这场婚礼不能没有新娘 这个一向坚定冷静的女人 竟然犹豫了 她看着我 身体却偏向纪伯达 我还在期待什么呢 再等下去 不过是自取其辱 她不会选我 我转身离开 阿强 柳如烟朝我走了几步 有人生思力竭的在她身后喊 如烟 一阵兵荒马乱 她到底还是没追上来 这一整夜我都没有睡 柳如烟也没有回来 我们的聊天界面还停在那局 如烟 等你回来 给你一个惊喜 却没想到 是她先给我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在我准备求婚的这天 我的爱人 牵起他人的手步入婚姻殿堂 我真以为她在出差 真以为她忙到连消息都回不过来 原来她是忙着结婚的 她让我的等待和惊喜 她让我做的这一切都成了笑话 那张求婚告白词被我揉得发肿 没有必要了 我遇到柳如烟时 她和纪伯达刚分手 事业和爱情遭遇到双重把握 而我的出现 就是那样的恰巧 给了她慰藉 给了她鼓励 我陪她从低谷到高峰 整整用了十年 十年 后来她说让我娶她 我以为她对我是感激 是愧疚 可她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目光就落在了你身上 自那以后 再也磨不开了 那一刻 我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 她其实不知道 在很久之前 她就在我心间落下了痕迹 是我一直在追随她的背影 而在这一天 我的暗恋终于开了花 结了果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曾这样以为 我真的这样以为 可继伯达的出现 打破了我的所有幻想 不过是自欺欺人 她从没忘记她 等到天边最后一缕霞光消散 我终于决定离开 刚收拾好行李箱 门外就有了动静 柳如烟开门进来 一脸倦意 阿强 那场婚礼做不得数的 我静静地看着她 不知一词 纪伯达得了剑动症 她想当一次新郎 这一瞬间 她的痛苦是因为我的不理解 还是因为纪伯达的即将凋零 我分不清 大概是后者吧 她很少会因为我而难过 今天我去看她的时候 她穿着西服 要我陪她走完接下来的流程 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 营绕在她眉间 阿强 我没法拒绝 她快死了 拒绝 她真想过拒绝吗 婚礼上 她脸上的笑容做不了嫁 她嫁给了年少时朝思暮小的人 她曾经做梦都想嫁给她 我问 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们去挑戒指那天吗 其实一切都有技可循 那天她接了个电话 她向来冷静自尺 更何况这些年 她的事业如日中天 其实已经很少会喜怒心愈色 可是那天她突然心不在焉 眉眼间有种 我看不透的哀愁和交集 她说是业务出了点问题 得赶紧去处理 我信了 后来她出了几天差 回来以后就时常发呆 那段时间 我总是竭力逗她开心 我真以为她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我希望自己能为她分忧 原来啊 她在为另外一个男人担忧 我问她 那几天出差也是在陪她吗 柳如烟默然不语 她向来不屑对我撒谎 可到底还是为纪伯达破了力 我突然发现自己似乎不认了她 可这张脸 沉浸了眉眼 柳琴的双唇 分明都是她的 我自嘲地笑了一声 柳如烟 算了吧 她没有应声 站在我面前微然不动 嘴唇抿得很紧 她动了动唇 似乎有话要说 却什么都没说 我推着行李箱准备绕过她离开 她却拉住我的手腕 眉毛紧敏 声音哑然 阿强 不要走 我甩开了她的手 我去了趟医院做检查 刚到楼下就撞见了纪伯达 她笑着看向我 大大方方介绍自己 你好 我是纪伯达 她是学跳舞的 体态也好 样貌也好 我和她站在一起高下利剑 当年柳如烟事业失败 她却离开她毅然决然出国尽秀 或许人总是犯贱的 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 所以柳如烟才对她心心念念这么多年 而我这种赶着上前的自然得不到她的珍惜 我听如烟说了 你是她的未婚夫 她说这话是扬着下巴 嘴角微微上扬 满事得意 她在向我炫耀 未婚夫又怎么样 她还不是陪她走完一场婚礼 她还不是和她念完一生一世的誓词 在她看来 我就是个笑话 那场婚礼 如烟应该已经和你解释过了 我不想和她多言 嘴里又酸又苦 柳如烟已经和我没关系了 和一个将死之人争 我没有那么不自量力 也没有那么卑鄙小人 纪伯达想要的 给她就是 我快不离开 纪伯达似乎还有话要说 追赶我时却摔倒在地 柳如烟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 这样的状况 让她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她连忙上前扶起纪伯达 动作轻柔 好像怕稍微重一些 就会把她弄碎了 她的目光对上我时 却多了几分灵力和责怪 阿强 纪伯达是个病人 是啊 她是个病人 所以她就可以不解释一句 陪她一整晚 留我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 直到第二天 才无关痛痒地说上几句 求我别走 我从来没被她放在第一位 我什么都没做 是你的老公平地摔 我咬中老公两个字 语气嘲蒙 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大概是因为我的态度 对她我向来体贴如微 这些年 我几乎从未在她面前显露锋芒 是卑微的可以 纪伯达面带歉意 眼里的笑意却更深了 是我自己摔的 和贺强没有关系 如烟 你知道的 有时候我没法控制自己的动作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 纪伯达生性骄傲 不屑于使用任何小手段 她真的只是勾一勾手指 斩露一下伤处 柳如烟就眼巴巴地凑上去了 她对她于情未了 也不忍责怪她曾抛弃她 在生死面前 从前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 听见她的话 柳如烟一愣 对上我的双眼 实欲言又止 纪伯达拿过她手里的橙子 语气轻松 好了 你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我先回病房 你们慢慢聊 我这才注意到 那个被柳如烟包得干干净净的橙子 来说个好笑的事情 我很爱吃橙子 但柳如烟不喜欢 刚在一起那回 她带我和朋友聚餐 她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 这样的举动让我安全感失足 那时我并没有完全了解她的喜乐 为了拉近和她的距离 我往她嘴边送了一块橙子蛋糕 她一愣 紧闭双唇 气氛有一瞬间的静默 她的朋友们都看向我 手心有汗一出来 我下意识地想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是不是我惹得她不开心了 有人打圆场 如烟姐最不喜欢橙子味的东西了 阿强 你这都不清楚 自罚一杯啊 气氛很快又热烈起来 可到底我还是觉得失落 之后有一次醉酒 柳如烟才终于告诉我原因 其实小时候 她并不抗拒柑橘类的水果 她的妈妈身体不好 胃口向来不佳 但她格外喜欢橘子 家里也总是备着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 妈妈最后给她包了一次橘子 亲了亲她的脸蛋 说在家里等妈妈 等你把这盘橘子吃完 妈妈就回来 那天 柳如烟等到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消散 等到雪越下越大 越过她的脚踝 最后她只等到一句 柳如烟 橘子便宜 颜色鲜活 妈妈的橘子 只是在生活和疾病的双重压迫下 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 她话语哽咽 后来 我再也不吃橘子和橙子了 那一夜她的眼泪滚烫 混过我的肌肤 让我也流下泪来 我知道橙子会让她想起妈妈 会让她想起悲惨无助的童年 所以后来我基本也不吃了 就连柑橘掉的香水 都被我藏在柜子最深处 再也没拿出来过 直到这一刻 看到她手里的这个橙子 我才终于明白 其实柳如烟已经强大到 不需要避讳这些了 只是我做不了她的例外 只是她从不在意我的付出 只是她并不清楚 我到底喜欢什么 但她知道 纪伯达喜欢橙子 什么悲伤的记忆 什么难堪的过往 都可以为她的喜欢让道 柳如烟看向纪伯达 面露担忧 需不需要叫护士 她对她的关心 向来明目张胆 纪伯达怂耸肩 笑容轻松 如烟 我自己可以走回去的 你们聊吧 柳如烟这才看向我 阿强 你搬到哪里去了 巨大的响声传来 纪伯达刚走出不远 又再次摔倒 柳如烟话音未落 就转身奔向她 我站在原地 看她满脸焦急 看她因为她手臂上的擦伤 而直皱眉头 她说 让你别自己来 疼了吧 语气不重 相称怪 相调情 问 还走得了吗 纪伯达摇摇头 她就扶着她起来 他们朝着反方向离开 纪伯达搂着她的脖梗扭头 看向我 笑容灿烂 得意的神情 说明了三个自我赢了 她不计重施 很蠢 却实在好用 胃里一阵翻译 我转身跑到走廊镜头的 卫生间吐得昏天黑地 过了很久 柳如烟才发来一条消息 阿强 你来医院干什么 有哪里不舒服吗 这句话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 她昨天也问问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她的婚礼现场 我摇摇头 自嘲地笑了笑 然后拉黑了她的所有联系方式 柳如烟还是知道了 我生病的消息 马走日一脸歉意 阿强 实在对不起 回去我一定好好说说萧薛 萧薛在电话那段却说 阿强 你俩也有这么久的感情吗 给如烟一个机会吧 马走日骂骂咧咧 从我手里抢过手机 对着萧薛破口大骂 柳如烟干的就不是人事 也就阿强脾气好 要是我 非得明断她的胳膊 让她和纪伯达双处双飞 做两个甜蜜的残疾 说来有趣 马走日是我的兄弟 萧薛是柳如烟的闺蜜 他们的姻缘还是我们撮合的 只用了两年就修成证果 他们前几天领了证 还缺一个婚礼 而我和柳如烟搓磨七年 最后却落得这种结果 柳如烟还是来了 跑来的 满头大汗 一脸焦急 看到我还在手术室外 她的眉头骤然一松 她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抱得很紧 像是怕一松手我就不见了 阿强 我错了 你别冲动 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她身上有隐隐约约的烟味 柳如烟她爸是得肺癌走的 所以她很少抽烟 只有实在烦闷的时候 才会来上一支 这些天她四处奔波 为纪伯达寻衣问药 都有人问到我头上了 他们旁敲侧击地 问我身体还好不好 这些人还真以为 我能让柳如烟 集成这个样子 真是可笑 比烟味更浓的是薄荷的香味 前几天在医院 我在纪伯达身上 闻到了这股熟悉的味道 我突然想起来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年 也是我们认识的第五个年头 柳如烟的爸爸去世 紧接着公司的资金链 出了点问题 那段时间 柳如烟整夜整夜睡不着 我担心她的身体 让医生开了些中药熬汤 让她安安省 之后我特意请了半天假 为她煎药 那天 我守着那锅汤等到很晚 却只等到一句 阿强 我想一个人静静 出去散散心 不用担心 我过了几天她才回来 身上就带着这股饱和香味 原来那时候 她是去找了纪伯达 去找她唯一的精神之主 更可笑的是 当我问她身上 怎么会有这股味道时 她递给我一瓶香水 给你带的礼物 导购给我试了一下 我想你应该会喜欢 她出去散心 还记得给我带礼物 我以为她一定很爱我 之前的不快一扫空 后来的那段时间 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 她总爱黏着我 埋在我的颈窝里 可惜直到今天 我才明白她的用意 她并不是有多喜欢我 只是喜欢我身上的布荷香 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她当成了纪伯达的替身 一个拙劣的替身 除了那股香味 我们毫无相似之处 我推开她的怀抱冷声道 别碰我 柳如烟正正地站在原地 有些不知所措 马走日看着我 阿强 你怎么 我捂着嘴跑到卫生间 我吐得厉害 像是要把心肝肺全都呕出来 马走日递给我一瓶水 不停地拍我的背 帮我顺气 怎么吐成这样 真是遭大罪 柳如烟就站在门口 脸上流露出几分心疼 在她白皙的脸颊上格外显眼 我恨恨地盯着她 知道你多让我恶心吗 那瓶香水是你特意挑的对吧 和纪伯达身上一样的味道 柳如烟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杀那间脸色惨白 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到底在想什么 难道她自己不觉得恶心吗 阿强 你听我解释 那时候是我不懂 我以为是那股味道让我安心 后来我才知道让我安心的是你 阿强我是真的想和你结婚的 我冷笑 好啊 二选一 要么让纪伯达滚出我们的生活 要么我们划清界限 从此以后你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 柳如烟神情一致 但柳如烟不这么想 她话语难难 可是她要死了 阿强 她要死了 她是个武者 却得了剑动症 你知道那种绝望吗 她这句话好像在嘲讽我 嘲讽我继伯达只是失去了一条命 但我失去的可是爱情啊 多么可笑 柳如烟 但你是我的女朋友 你可怜她 可怜到嫁给她吗 可怜到不顾我的感受 一次次地丢下我奔向她 你到底是可怜她 还是对她余情未了 你自己分不清吗 柳如烟无数次以绝症为借口 来掩饰她的余情未了 只是嘴硬 柳如烟没有再开口了 她只是攥紧拳头 攥到直接泛白 却还没说出一个答案 这时候一道电话铃声 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 柳如烟掏出手机 电话那端闹哄哄的 有人大喊 你快过来 纪伯达在闹自杀 她不想活了 她顿时慌了 而这时候护士叫我进手术室 其实她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笑着说 你去吧 别真的死了 到时候你得恨我一辈子 被这种人恨着 也挺损功德的 柳如烟看着我 怒怒哀求 阿强 答应我 等我回来再做决定好吗 我们一起商量 我扯了扯唇角 指甲狠狠扎尽手心 这七年就当是为了懂 又是一个电话 那端催得急 马走日恶狠狠地说 柳如烟 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可柳如烟的神情 肉眼可见的交集 她大概是真的很怕 怕纪伯达就这么没了 消息让恨铁不成钢 纪伯达就是个骗子 她玩的这种把戏 你看不出来吗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柳如烟又不蠢 她只是在纵容 她只是怕有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纪伯达会从高楼跳下去 阿强 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再说 我没说话 她又转看向萧薰儿 萧薰儿 我求你帮我看着她 别让她走 萧薰儿大骂 你自己看你还是不是个人 我让她等一等 然后拧开瓶盖 将漱口剩下的半瓶水 全都淋到了她头上 柳如烟 我们完了 别来找我了 水珠沿着她的脸向下蜿蜒 啪哒啪哒滴落在地 看着挺蠢的 水珠见到眼里 刺得她的双眼发红 她正正地看着我 哑着声说了一句 对不起 望着她飞奔离开的背影 我觉得自己真是失败 萧薰儿气得跺脚 这个狗女人 骂完她问我 阿强 你还好吧 挺好的 我压根就没觉得她会选择我 就算她选了我 就算纪伯达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回不到曾经 霍静不可能重圆 进手术室前 我给她发了几条消息 人生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放弃了不该放弃的 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柳如烟 你好自为之 发完拉黑 手术很快就做完了 醒来的时候 马走日也在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马走日 我包里有两枚戒指 你帮我还给柳如烟吧 反正这结婚戒指也是随便挑的 柳如烟当时想着纪伯达 根本没用心 这东西我也不稀罕 马走日点点头 走了 萧绪儿坐在我身旁 阿强 柳如烟不值得 我知道 我生病的消息 是她故意透露给柳如烟的 那七年要放下谈何容易 她以为仅仅是因为纪伯达的存在 我和柳如烟就有了误会 可她不知道他们举办了一次婚礼 她也不知道因为纪伯达 柳如烟一次又一次地抛下我 但现在她完全清楚了 马走日给她发了个视频来 萧绪儿没有避开我直接点开 视频里 柳如烟将纪伯达抱在怀里 二人相拥而气 她说 我不想待在医院了 这里好闷 我不喜欢这里 柳如烟说好 都一她 她说我想去看看世界 我想再跳跳舞 我想 她气不成声 柳如烟连说好 她闭上眼 有泪从脸颊上滑落 瞧 多生气 命运对他们这俩苦命鸳鸯 可真是太残忍了 看得我直犯恶心 萧绪儿给我看这个视频 一再逼我很下心来 她这人一向亲戚 柳如烟观察结束 马走日和萧绪儿一起送我回家 刚坐上车 柳如烟就出现了 她手里拿着我还的戒指盒 目光有些呆滞 阿强 你真的把我们七年的感情放下了 萧绪儿眉头直皱 别一副受害人的样子 这还不是你一手促成的 我轻声问 纪伯达呢 睡着了吗 要不然你怎么会来 柳如烟没回答 算是默认了 我笑 如果你真那么神情 就和她一起死吧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因为这句话 柳如烟呆滞滞的神情 有了一道裂缝 痛苦 悲伤 愧疚 都从这道裂缝里泄露出来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为什么不明白 柳如烟 阿强守了你七年了 那个纪伯达呢 人家抛弃过你 你还巴巴的凑上去 你是不是犯贱 真心为了狗 晦气 柳如烟没有反驳一句 萧绪儿要关车门 他却伸手扒住车门 阿强 他会离开我们的生活 萧绪儿翻了个白眼 冷笑 刚刚不是还说 要陪人家环游世界吗 得 这是骗完第一个 再骗第二个呀 柳如烟 两个都想要 你挺贪心啊 我要关门了呀 守家断了不好 照顾你的老乡好了呀 柳如烟微然不动 任凭萧绪儿怎么骂 他也不肯松手 马走日从驾驶为下来 好言相劝 你赶紧走吧 你这是做得太缺德了 别逼我背你一拳 柳如烟只是直直地盯着我 阿强 刚刚那些话 只是为了安抚他 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他打开戒指盒 将其中一枚难戒地 到我面前 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样子 我们结婚 我们会有好多孩子 马走日连连摇头 然后一根接着一根 掰开了他的手指 柳如烟抖着唇看我 却没发出任何声响 他眼里的哀求都快溢出来了 汽车启动 我看了眼后事件 柳如烟站在原地 长长久久地望着我离去的方向 他决定抛下我的时候 就知道后果 只不过做出一副 哀哀的模样 来彰显自己的深情 萧绪儿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吐槽 装你马的大群众 后来的日子 我都在出租屋养身体 马走日经常来看我 他说柳如烟天天 缠着萧绣儿问你的地址 烦死 我笑了笑 继续吃手里的橙子固丁 后来有一天 我接到了纪伯达的电话 他约我出去聊一聊 我欣然赴约 到咖啡厅室 他已经坐在位置上 撇开我们的恩怨不谈 纪伯达是那种 会让人眼前一亮的男生 他真的很帅 他说 这些年如烟承蒙你的照顾 我整理了一下袖子笑道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像一个洋洋得意的小偷 明明知道是窃取了他人的果实 不以为止 反倒还沾沾自喜 挺不要脸的 有些话还真是不吐不快 纪伯达搅拌着咖啡 脸上没有一点脑印 感情的事情和种菜可不一样 我要死了 所以我丢弃的一切都要找回来 要怪只能怪我给了你七年时间 你却还没抓住他的心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扬着下巴 笑容得意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看来他真以为他的死 会令柳如烟的爱永久疯存 他会成为他胸口上的那颗朱砂质 无人替代 我笑他天真 你都要死了 你还能抓得住什么呢 如果你真有本事 就应该让柳如烟飞你不架 跟你跟到地府去 纪伯达 我知道活人争不过死人 可等你死后 你能保证他遇不到像你一样的月光吗 柳如烟的条件有多好 纪伯达比我更清楚 他相貌绝佳 资产丰厚 很容易招来源源不断的封蝶 纪伯达的笑容将在了脸上 我继续扇松点火 来猜一猜 你死以后 他会不会求着我回头 纪伯达约我出来 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 他在害怕 这段时间 柳如烟四处打听我的消息 还换了很多号码给我打电话 这些他一定都知道 他找我聊一聊 是来试探我的态度 是来恶心我 让我彻底死心 可惜我早就没惦记那一坨东西了 我勾了勾纯说 如果我不回头 你猜他是更念着一个死了好几年的人 还是更喜欢失识在他眼前晃悠却得不到的我 我抿了一口咖啡 挺苦的 纪伯达 你比我更清楚柳如烟有多范茧 他对你到底是爱而不得还是勤奋深重 纪伯达抿了抿唇 无知一辞 看来他自己也摸不准了 帅气的死在他怀里吧 没准他能多记得你几年 留下这句忠告后 我起身离开 他如同一朵任意凋零的花 在将死的时候疯狂汲取他人身上的爱 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来彰显自己的意义 挺悲哀的 他们继续谱写他们跨越生死 感天动地的爱情 和我再没有关系 休养一阵后 我接受猎头的邀请 又换了新的公司 这个城市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足够让说了再见的人难以再见 说来挺傻的 和柳如烟刚在一起那会儿 为了帮他 我向公司请辞 等他的事业稳定我才回到自己擅长的领域 虽然撇开感情不谈 那是一段很宝贵的工作经历 但的确打乱了我的职业规划 现在想来还真是一片真心为了恐 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了几个月 某天马走日上门送情帖 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的婚礼一推再推 终于在这个冬天有了着落 马走日问我 柳如烟也会来 你介意吗 介意的话我让萧薛儿把他赶一边去 萧薛儿和柳如烟认识很久了 他们早就约定好要当彼此的伴娘 当然不能因为我而影响到这场婚礼 我摇头 不用管我 你们俩的婚礼 当然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 很快就到了婚礼那天 柳如烟作为伴娘跟在萧薛儿身后 他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裙 很像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大概不记得了 可我还记得 那是一个秋天 我保言失败 紧接着秋招也没了希望 我坐在学校后山的凉亭里 突然很想妈妈 如果她在 一定会给我做顿红烧肉 等我吃饱了 再让我继续努力 可是她不在了 我站在山顶 有那么一瞬间很想不顾一切的跳下去 这时候我看到了柳如烟 那时候她刚创业成功 一气风发 她站在我身旁似是无意的说 这是学校事业最好的地方 能看得到彩虹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 真的看到了一道彩虹 美帝令人心醉 我突然就感觉松了一口气 那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 好像也没那么重啊 那可能真的只是一句无意的话 但我记了很多年 直到三年后我才再次遇到她 紧接着纠缠青年 与那一年不同的事 现在的她皮太净险 她也看到了我 现场的气氛热烈 可她只是站在原地 眸光复杂 我测过身去整理东西 借此避开她的目光 马走日抱着萧熊儿下楼 萧熊儿家是个老小区 只能走楼梯 人很多 一个孩子无意间推了我一把 我顿时就有些站不稳 眼看着就要跌倒 柳如烟扶住了我 和她肢体接触的瞬间 我闻到了那股烟味和薄荷香 一种熟悉的呕吐感涌了上来 站稳后我推开了她 别碰我 柳如烟后退几步 背靠扶手 才堪堪稳住身形 她垂着眼一阵哑然 神情很是受伤 被她碰过的地方 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她轻声唤 如烟 柳如烟不着痕迹地 皱了一下眉头 却还是奔向她 萧熊儿看向身旁的马走日 马走日连忙撇清关系 我没邀她过来 她看了眼我 没准是怕柳如烟被勾走 毕竟小偷骂 最怕遇到同行 我挑了挑眉 我可不是同行 马走日耸肩 心里脏的人把谁都想得脏眉 萧熊儿冷笑 好 既然她不要脸 那我也不客气了 很快及时到了 Love Story的背景音乐响起 身穿白色婚纱的萧熊儿 缓缓走向马走日 我站在台下 不禁有些热泪盈眶 不知道什么时候 柳如烟走到了我身旁 她递来一张纸巾 我没接着识 我才注意到 她无名纸上的那枚结婚戒指 挺装的 挑的时候没用心 分开以后却不肯摘 假惺惺惺装生气 纪博达推着轮椅过来 如烟 我们那天都没交换戒指 柳如烟没有硬声 扭头看向我 似乎是要从我脸上 看到那么一点 难过和不甘 但她注定要失望了 我盯着台上相拥的新人 满面笑容 起哄让他们亲一个 柳如烟垂着眼 在台上的人本应该也有我们 不是吗 她的声音很轻 只一瞬就淹没在人海里 当我听到了 纪博达也听到了 她全身抖得厉害 她自然清楚柳如烟口中的 我们指的是我和她 以前萧薛儿提议过 说要四个人一起举办婚礼 当时大家感情都好 这样的提议自然是全票通过 我没想到柳如烟 竟然还记得这种事情 看着锅里呢 真让人恶心 我往旁边退了几个 这时一束捧花 精准无误地砸到了 纪博达头上 萧薛儿拿过 司仪手上的话筒 哎呀 怎么砸到你头上了 我记得你结过婚了吧 说是得了绝症 这辈子就想结那么一次婚 所以抢了人家的未婚妻 正都没拿 就穿着西服 逼她跟你举办婚礼呢 高 实在是高 人都是喜欢吃瓜的 听见这话 本来还在埋头捕吃的宾客们 全都抬起头 找寻话题的主角 我又往旁边挪了挪 纪博达捧着花面色惨白 窃窃自语声 从四面八方响起 更有甚者还拿起手机录视频 哎呀 这人长这么帅 怎么是个男小三类 我看就是个不要脸的东西 绝症也不是抢别人未婚妻的理由啊 人家小伙子多可怜 都快结婚了 他来这么一出 真恶心 那女的也不是个好东西撒 跟他不要脸的绝配 马走日假意咳嗽几声 萧薰儿朝我眨眨眼 把话筒还给四一 他是在帮我出热气 在纪博达举办婚礼时 我也曾被他的亲友恶意揣测过 纪博达有些不知所措 他下意识地抬头 看柳如烟想寻求帮助 可柳如烟只是看着我 欲言又止 纪博达喊 如烟 他没应 纪博达很快红了眼 人言可畏 他慌忙低下头启动 自动轮椅离开 出乎意料的 柳如烟没有去追他 阿强我没有和他领证 我真的后悔了 久病床前无孝子 更何况那是一个 抛弃过他的男人 曾经的那点不甘 和爱而不得 大概早就被磨干净了 他的这么白月光啊 或许很快就会变成 盛在碗底的白米饭 萧薰儿嘻嘻地说 还不去追啊 待会又闹自杀呢 真死了可咋办 我不想被杀人犯的罪名啊 柳如烟深深看了我一眼 走了 萧薰儿催了一口 这个纪博达没点眼力见 看到他我就觉得晦气 马走日搂着他 轻轻抚摸他的小腹 老婆萧萧气 别惊这孩子了 萧薰儿冷哼一声 你以后也少和柳如烟 那种拎不清的人来往 马走日哄 是是是 都听你的 后来我听说纪博达失踪了 萧薰儿吃着马走日 洗好的樱桃满脸不屑 还做呢 他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了 他越做柳如烟只会更烦 我笑 他不是做 也是怕 我听说到了剑动症中期 生活就基本无法自理了 他怕 怕柳如烟看到他最丑陋的那一面 他想帅帅气气的死在柳如烟回忆里 比起互相折磨 他更想要柳如烟的愧疚 这样他会记得他更久 看来那天我在咖啡厅里说的话 他都听进去了呀 后来呀 萧薰儿又告诉我 柳如烟找到纪博达了 因为心情欲解 消极治疗 他的病发展得很快 柳如烟愧愧疚得要命 竟然真的要陪他环游世界 但他的公司不能停满 没过多久 公司的总经理就换了人 冬去春来 春去秋来 纪博达死在这年冬天 萧薰儿叹了口气 其实纪博达也挺惨的 天度蓝颜呢 如果他没有那些骚操作 我会可怜他的 我想了想我也是 说这话并非圣母心 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惜 之后没多久 因为决策错误 柳如烟的公司遭到了重创 他这回正焦头烂摸 马走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 笑嘻嘻的 那坡公司早就该卸菜了 没有阿强怎么可能蒸蒸日上 我对着电脑审阅项目方案连连点头 还好跑得早 后来柳如烟还是找了上来 其实他早就打听到我的住者 前段时间 有天半夜醒来 我摸黑去洗手间 不知道怎么的就往楼下看了一眼 正巧就看到他站在我家楼下 昏黄的灯光落在他身上 身影寂寥 他不知道站了多久 脚下围了一圈烟头 我立刻拉上窗帘 没有再看了 这一次他瘦了很多 看着精心打扮过 但仍有掩不住的皮态 他的无名纸上 依旧戴着那枚结婚戒指 阿强 我能进去坐坐吗 我双手还凶挡在门口 有事就在这说吧 见我态度坚决 他也没有强求 阿强 我很想你 他叹了口气 语气颇有些沧桑 纪伯达去世那天 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 但没有你的每一天 我都觉得无比糟糕 看那纪伯达 现在你还觉得你赢了吗 柳如烟又摸出那枚难戒 阿强我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我该怎么继续撑下去啊 他真是天真 当年在医院 我没接受这枚戒指 现在更加不可能接受了 我话里带此 怎么 死了一个白月光 终于想起我这里白米饭了 他来求我或许有几分真心 但更多的恐怕是看到了我身上的价值 想让我陪他东山再起 他沦落成这样都是自己做的 怨不了任何人 柳如烟皱眉 阿强 别这样 这不像你 见人说人话 见狗说狗话 我向来就是个锋芒毕露的人 不过因为爱他 所以收起爪牙 可是他不珍惜 柳如烟语气笃定 我们那七年 你不可能这么快就放下 我笑着摇摇头 我向来拿得起放得下 他却还在自欺欺人 柳如烟 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烂情吗 他抿了抿唇说 我和纪伯达没领证 我阴阳怪气 你和我说这话什么意思 想要我夸你一句 你守住阵地了争断吗 你通过贬低对他的爱 以此夸大对我的情根深重 柳如烟 这让我觉得挺恶心的 什么 不能没有你 这种话他对纪伯达也说过吧 恐怕我答应了他 下次他就会对另一个男人 说同样的我 只恨我们纠察了太多年 直到纪伯达回国 我才看清他的嘴脸 我做事要关门 不好意思 我得收拾去了 我女朋友还在等我 柳如烟一愣 我不信 不信 我挑眉觉得他真是可笑 你往楼下看看 那个开兰博基尼的 比你高比你美 比你年轻 他还真走到走廊镜头 往窗外看了一眼 然后面如死灰 砰的一声 我关上了门 电话里 新来的实习生声现明媚